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美国歌手布兰尼 刚看到新闻说他刚拥有人生第一台iPad 哇,听起来很惨 来看一下他的命格吧 他是81年12月2号射手座 这个出生时间是凌晨一点半,那就是丑时 欧美国家这点比较好 出生时间容易找得到 看一下命局吧 假牧生在亥月坐下荧幕 因为是12月份冬天 出生地是美国 美国和中国的纬度其实差不多的 这个的话天寒地冬的有火来调候 如果说他出生在这种赤道附近 那这个就无所谓了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这命格 反正有什么事情 其实都能够看得到 网上一找,一查都有 因为毕竟发生了很多事情 好举不好都已经这个游牧共睹了 那我就直接按照这个命局的角度来说了 不看这种介绍了 先讲一下这个好的一面吧 这命格好的一方 如果这是一个难命 那其实确实非常好 财神官杀非常有利 而且是当官的 运走的也不错 但是这是个女命 这种论法完全不一样的 早些年还好 这个23岁之前吧 其实他本身成名比较早 出道很早 就可能这个十几岁 或者甚至更小 就参加什么比赛出道 然后很有天赋 展现出天赋 那这个能不能看出来呢 可以 我之前讲过 歌手要有精 他就是粘住就是精 心有为这个精 而且是心精 不是这个根精 心精的话 代表是阴性的 而且他是为用神 代表是能够为我所用 确实唱歌好听 声音比较有特点 或者说这个 比较有这种代表性 没问题 歌声漂亮的 好听的 但是呢 这个不足的点也比较明显 他从事歌手这个职业 是没问题的 那如果说是 比如说 他可能也是演员了 或者说这个参加了 应该也参加过 各种这个电视剧吧 影视演员 持取作者 当持取作者 就是创造性嘛 作词啊 作曲啊 这些也适合 因为大 大溪水嘛 假迎日 那因为大溪水 谁主智慧啊 这个没问题 创作业类的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唱啊 跳啊 都没问题 这都是比较好的一面 错到也很早 也很好 再讲一下不好的一面吧 这个就不来看介绍了 这比较简单啊 因为毕竟很有名嘛 也查都有 以这个来解释的话 那首先不好的一点 就是在学业方面 有的歌手 也好演员 也好 他的学历 这样高的 这个学历肯定就不高 为什么 这个运者的差嘛 水地本身偏旺在尖水 为运行 五行缺火 时尚 他不能够泄秀 那这种很有想法 内在很有这个 自己的组建 很有想法 但是能不能够表达出来 或者说 词不达意 明明是想要说 偏偏在别人看了 就是说的是B 这就词不达意 可能让他这个写文章 写什么 倒也可以 让他真正的去表达 相对来说 就差一些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第一 这个学习能力 这个学习指的是 这个考试啊 读书啊 学校里那种学习 肯定就差了 不过美国和中国不一样 中国本自古以来 都是这个万般皆下品位 读书宝 国外相对说好一点嘛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 什么学校呢 有学校吗 表演艺术学院嘛 应该不是什么高学历的吧 这个肯定没有啊 这第一 第二呢 这个 刚才说缺火为时尚 时尚代表子女性 子女不利啊 没有啊 而且这个子女公司落空网了 子女都落空 空掉了 和子女的缘分很浅的 要么就是比如说工作之后很忙 不能在一起 不能够团聚啊 或者说这个 因为看这个介绍说是前夫 前前夫啊 那代表这个结婚离婚可能很多次了 那这个就算是比如说这个法院判 估计不会判给他 这个很明显的 和子女的缘分浅嘛 其次这个还有点呢 这个财呢 是甲几何 因为财与他相合 财与代表父亲啊 他好像控告的 最近要控诉的就是他的父亲嘛 什么监护怎么样 他自身可能生点病 因为这个从13年开始啊 进入这个鬼卯 甲道卯为阳愣 阳愣代表受伤嘛 不在内在就行 不在外表中 哪里这个损伤 就是内在嘛 所谓内在可能就是所谓的 抑郁啊 焦虑啊乱七八糟的 这种人的状况 因为运行嘛 应代表想法 多数是内在的这种 焦虑吧 更多一点 正因为这个甲几何 他就生不了官 也往往也是这个 可能 其他人的参与 生不了官啥 这个官呢 代表丈夫嘛 所欲到的男 男朋友也好 丈夫也好 都非常有能力啊 这点是比较好的 但往往也不长久 因为这个 一三年开始的是鬼毛 毛有冲啊 冲就代表什么 分了嘛 谈一个分一个 谈一个分一个 绝不长久 未来怎么样呢 未来也不好 这种 既然是国外的 我就说的这个自白点了 一辈子不会有好的婚恋 晚年也不会有 因为丑土为这个 墓嘛 坟墓啊 这个进到了坟墓啊 就是晚年也是进墓的 墓就是代表 没有嘛 死绝嘛 所以这个 孤老啊 虽然八亿年出生的 也是很 还很年轻 才这个 40岁左右 才40岁 这个年龄还不大 50岁都没到 但这个晚年也不会好 晚年指的是这个 家庭方面 可能就算 现在是什么官司 控诉成功了 自由了怎么样 也不会有好的 这个回报 也不会有 就是说家庭幸福 算了吧 子女成长 估计也是孤独的 这个难 因为孕子的太差了 龟毛 加去甲城 也都难 到了这个 呃 再往后推的话 我们甲城 以示丙武定位 我天 这种寿命可能就都要 都比较短一点 为什么这个 丙武的话 或能够把这个 官杀全部克决 因为是以经为用的嘛 克决 当然是不利的 所以这个 命格是比较惨的 在别人看来 可能事业很成功 唱的歌很受欢迎 知名度很高 世界级的 各种奖项也不错 应该是早些年确实好 现在可能是个低端 或者是个低谷 那往后呢 还会低谷 也是低谷 加去低谷 就算说 呃 事业怎么样了 可能 退休了 可能这种歌曲版权的话 因为美国嘛 重视版权 各种这个 呃 这种权益的话 就是在 家里修养 也是 也能够 按正常来讲 也是没问题的 就算不工作 也有很高的收入 啊 但是 这边呢 说是这个和父亲的什么什么 呃 什么官司吧 呃 赢了也没用 啊 没办法 这就是 立马 没办法 这个这是 太差了 如果这是男男性就好了 但是没有如果 好吧 就简单的分析一下 希望我是错 希望的越来越好啊 但是未来几年 今年是薪酬 啊 今年还可以 代表说可能相对自由 或者说能够达到我心中心中的所想 22年 最差的应该是在2006年 2007年 这种年份 未来的 2003 啊 23年 这种年份 尤其是后年吧 2023年 随便毕临 冲的是路神 啊 那 一般来讲 可能也大的 或者说 大的伤害吧 不知道能不能过去 希望它好吧 好吧 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太差了